是全世界最重的 台湾的经济景气呢 应该是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国台经董上蔡宏图在股东会上喊话 去年底还信息满满 表示台股会在看到万点荣进 如今景气状况低迷 蔡宏图还是很乐观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贸易的数字 并还不是很理想 不过我们认为 应该会一季比一季能够改善 尽管经济状况不好 国台还是缴出漂亮成绩 去年赚了500多亿 配发现金股利两块钱 现金殖利率超过5% 股东应该笑呵呵 不过股东会现场却有人成情 国台在博埃特区拥有一栋大楼 前身是菊原百货 算是古迹文物 如今面临多根拆除危机 在四华银行时代的时候 买下了这个 所谓当初是洋洋百货 它就是倒闭以后 台湾出来的 那那个时候它已经不是古迹 而且外观已经完全面目全非 跟我小时候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菊原百货1932年开幕 一路经历改名南洋百货到洋洋百货 最后由市华商银接手 现在才变成国台资产 蔡虹图透露目前这栋大楼 多根计划已经暂停 是不是古迹该不该拆除 也得等北市都发局认定之后再决定 三立新闻主换军邱子玲台报道